10月15日 香港中華總商會成立120週年會慶酒會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數百嘉賓會去一堂 為中總慶聲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發給中總的賀寒中表示 風雲兩甲子 擔心一脈稱 香港中華總商會成立以來 始終秉持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 和促進工商發展 繁榮香港的創會宗旨 積極參與和推動香港與祖國內地經濟交流合作 團結引領香港工商界人士 堅定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促進國家改革開放 做出了積極貢獻 香港特區行政長冠林鄭月娥 以主理嘉賓身份出席酒會至此時說 中總是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商會之一 過去120年 見證香港的變遷和進步 致力推動香港工商業發展 積極參與公益事業 並構建經貿交流平臺 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貿融合 以及國際間的溝通 香港今天成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 中總貢獻良多 蔡官申指出 香港中華總商會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第一家升起五星紅旗的愛國愛港商會 無論世界風雨如何變換 香港中華總商會始終貫徹立足香港 背靠祖國 聯繫世界的定位 努力實現建設繁榮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 拓展全球商機的願景 未來 中總更要堅定不宜地 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 維護一國兩制和卑管法 支持香港國安法 並積極團結會員和工商力量 推動香港繁榮穩定 長遠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譚鐵妞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別員公署 副特別員楊一瑞 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鄭國越等 出席了當天的酒會 並擔任主理嘉賓 香港人在Daniel池 香港人們在接著 港版國 истор Bardeen